家住江西辅州市的顾女士 发现自家的卫生间的窗户外呢 多了多根绳子 难不成这是来贼了 顾女士家住在五楼 她越想越不对劲 立刻拨打电话报了警 民警赶到之后 在六楼现场抓住了一名年轻男子 她交代正准备到居民家里去行窃 在她身上 民警搜出了电锤 扳手 砍刀等作案工具 你怎么做意气的 爬上去了 厉害厉害 不厉害 没那么厉害 抓到就不厉害 对 没那么厉害 面对民警的询问 嫌疑男子毫无愧疚感 甚至和大家开启了玩笑 据了解 这名男子年纪虽小 本事可不小 他到这个小区 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上次被这名男子偷掉笔记本了 就是和顾女士住同一栋楼的周女士 她赶到现场发现 男子身上穿的衣服 竟然是自己的 就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我 好